同样是上周末,去甲第25轮马进主场名战比利亚雷尔,马进矮,雷尔社,曼拉塔打进加盟马进之后的处子球。 今年1月份,曼拉塔从契尔西租借加盟马进,租借由1年半,按照马进和契尔西的合约,双方胜下分享制限马账条款,若是能永久转会,马进需要向契尔西支付付4千万欧元。 我们结局如何? 切尔西必然是吃亏的一方,曼拉塔和科帕,这两名球员分别是切尔西2017年和2018年最正当的演员。 曼拉塔的转会费高达7千万欧元,科帕更是以高千万欧元的转会费,成为世界上最贵的门将。 然而不到两年之后,切尔西会发现,自己包了冤大头,这一点的利恩元砸下去,把自己给坑了。 切尔西与曼拉塔的联名,重点是一场失败。 在黄马的2016,17赛季,曼拉塔作为替补展现出极高的效率。 不过,徐达内始终将信本贼马,给曼拉塔的定位式替补其兵。 曼拉塔决定离开黄马,切尔西抛篮橄榄枝。 7千万欧元成交,徐达内为何对黄拉塔没有百分之一百的信任? 其组很清楚,黄拉塔的对抗能力,零零一角,心理素质都有很大的削陷,很难在航门打上主力。 2017年夏天,聚尔西高位集团,很夫妻地献下黄拉塔,可未曾想到,看上去强悍的黄拉塔,其实是软脚虾。 在肌肉的拼抢队抗中,黄拉塔完全迷失。 UT热门信心,2018,19赛季因差16次出场打击野球,各项算是24产9球。 更尴尬的是,作为船9号,黄拉塔起不到支点费用。 今年1月,聚尔西教黄拉塔组织给马进。 不过,聚尔西是吃亏的一方,若黄拉塔教马进表现不佳, 马进可以无条件退货。 若黄拉塔提出经验表现,马进4000万欧元就能拿下。 可怕的问题,就更严重了。 8000万欧元能将功能违抗主帅命令, 等于是挑衅主帅权威。 这不仅让萨里元面草地, 更意味着萨里对更是失去掌控。 连新人科帕都敢为胖指令, 阿扎尔等到牌,岂不是要刷天? 球人必为荣降于主帅之上, 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。 运队如此尴尬几面, 效率也只能打延场。 俱乐部只是轻轻敲打科帕, 罚款一张薪水来以。 巧的是, 科帕当然也是齐达梦坚决不乐的球员。 2016年1月, 齐达梦当上环玛主帅, 俱乐部主席福洛伦币末一直想要进门将, 取代心力不足的莫拉夫, 科帕是福洛伦币末最想要的门将, 当时的转货费也就要2000万欧元。 不过, 齐达梦顶着弯力, 坚决不领进门将, 还是坚定必须的支持莫拉夫。 后来, 科帕与4186竟继续约, 齐达梦只能用8000万欧元的维约军权拉。 最终的结果, 齐达梦挖到了硬实战盖, 引爆了世界足坛。